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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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特色主要是在混料的部分 因為混料基本上它兩位牽涉到原料的灰份 還有熱質不同的影響 這樣的一個方式在 比較適合台灣 因為台灣最主要的它就是 少量多樣化的生殖廢物的產生 不管是煤或者是石油 它基本上來講會逐漸的耗節 會逐漸耗節 那勢必還是得要從 大自然中的生殖物來提供熱源 由於石油及瓦斯價格不斷攀升 氣候變遷議題受到重視 而顆粒燃料是一種碳中性 且乾淨便宜的產熱燃料 且有助於減緩全球暖化 比起燃燒原木或煤炭 顆粒燃料有許多優勢及特色 包含了燃燒後的氮氧化物 與硫氧化物較少 可減少酸雨與空氣污染 可像液體一樣流動 適於自動供料系統 可用於壁爐或鍋爐 可使用於不同規模的產熱用途 易於處理儲存及長途運送 及燃燒特性已被改善超越母原料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及國立台灣大學共同研發之 生殖顆粒燃料生產技術 不只可生產純木質顆粒燃料外 亦可使用乾肌熱質 在每公克3500卡以上的各種生殖物的 純料或混料的顆粒燃料 所生產的顆粒燃料 具有3到6個月儲存性與運輸性 可作為大多數蒸汽鍋爐的替代燃料 重油與煤 達到節能減碳與減少空污的效果 在全球共同致力於減緩氣候變遷的行動中 降低人類對化石能源的依賴 積極開發生殖能源 已成為各國政府能源利用的重點議題 支持明星期間 三個月